老師帶他來給我看的時候 我有看到他身上受傷 我撥電話給家 馬來西亞雪蘭兒八達林 玉才華小舉辦教師 在職訓練課程 雪隆慈濟教練會老師 分享自己在教學路上 對一名遭遇家暴問題 學生的陪伴 我們這樣陪伴 他也慢慢地減少 我發脾氣的情況了 那麼他畢業之後呢 假期禮拜會來找我 我才一年教書 所以我還沒有學著 這樣多的東西 但是從他講那些故事 我是覺得可能有些學生 他的背景是有點困難 他的麻沙拉到達什麼 然後我們真的需要 那個愛去了解他們 拋到活動 讓老師們在美善陶冶中 學習用心看世界 我們真的應該要 掏出我們的心 來對待我們的學生 就好像我們種植物 如果我們能夠對他有愛心 天天去照顧他 然後會發現到我們的花 我們的植物會長得比較茂盛 比較美 在教學路上持續提升學習 為教育注入更多愛與關懷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王日發中開安寧加摩 馬來西亞